3月2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希尔盖·拉夫罗夫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 进行了不到10分钟的简短会晤 这是俄乌战争以来美俄高级外交官员的首次面对面谈话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布林肯利用这次会晤向拉夫罗夫提出了三点主张 第一,美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直到俄乌战争结束 第二,呼吁俄罗斯撤销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决定 第三,要求俄罗斯释放被关押的美国公民 前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 俄罗斯方面没有立即对谈话内容发表评论 但其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是布林肯要求与拉夫罗夫谈话 代表洛杉矶警察局警察的工会 3月1日公布了一份服务呼叫清单 认为包括违反公共卫生秩序 业主租客纠纷 没有危险迹象的游荡 非法侵入 非知名交通意外 非刑事和或非暴力的无家可归者 和与生活质量有关的来电等28类的报警电话 可能需要不配武器的警察或服务提供商做出替代反应 而不是典型的武装警察到现场 工会代表说 这样可以有助于解决警察局长期人手不足的问题 使警察能够专注于应对紧急情况 目前还不清楚武装警察何时会停止回应这些呼叫 或者不带武器的救援人员何时将被派往现场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加里·根斯勒 3月2日对资产管理公司使用预测性数据分析工具 及其与数字资产公司的合作方式发出进一步警告 他表示预测性数据技术可能与投资顾问 对客户的职责产生内在利益冲突 并称他已要求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提出建议 根斯勒还重申了他对数字资产公司为投资公司持有资产的担忧 在他的监督下 SEC最近提出方案 拟扩大其合格托管人要求的覆盖范围 以涵盖包括虚拟货币在内的所有资产 如果最终敲定 该计划可能使得加密平台持有数字资产面临更多障碍 另一方面为了快速占据市场 OpenAI二日正式开放ChatGPT API 便宜了90% 每输出100万个单词价格只有2.7美元 现在开发者可以忍受一个ChatGPT了 俗称港股实名制的投资者识别码制度将于3月20日实施 香港证监会再次提醒投资者 应尽快回复中介人有关同意转交客户身份讯息的要求 否则在识别码制度实施后 未提供所需同意的个人投资者 只可在联交所出售现实持有的证券 无法买入证券 另一方面 香港交易所3月2日表示 将于今年上半年开设伦敦办事处 新办事处将推广香港交易所旗下 国际股本证券业务的吸引力 连接香港与内地市场之间的互联互通机制 以及增长迅速的衍生产品组合 该办事处也会为集团的欧洲客户提供服务 并介绍香港资本市场的机遇和创新发展 伦敦办事处将与香港交易所设立在 北京 纽约 上海和新加坡的现有办事处互补 拓展国际网络 今年2月 柬埔寨一名女孩感染禽流感后死亡 柬埔寨专家将其身上分离出来的病毒 进行检测后发现 该病毒已经发生突变 柬埔寨巴斯德研究所病毒学代主管卡尔森博士领导的团队 在破译了该女孩所感染病毒的基因序列后表示 虽然2.3.21.1c不会造成人类感染 但有一些迹象表明这种病毒已经可以进入人体 在欧洲 北美和南美出现了大规模的家禽感染 并对哺乳动物产生了异出效应 每一个异出效应都令人担忧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 已有873人感染H5N1病毒 其中458人死亡 目前 科学家们正在密切监测禽流感 在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之间 适应和传播的证据 此前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禽流感对人类健康构成持续威胁 将可能在未来引起大流行 因此加强疾病监测仍然至关重要